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网上乐传 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 大多数是精神贫穷 人格贫穷 文化贫穷 良知贫穷 他们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并且还列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挺有意思 是这样说的 在北京 某位贪官 跟山西的梅老板在吃饭 喝完酒以后 就出了豪言壮语了 给山西的梅老板说 给老子一个亿 在北京没有办法成的事 这梅老板也借着酒劲来劲的 说哥 我给你两个亿 能把天安门城楼上那张照片 换成我爹的吗 这贪官一听 这他妈的有点难呢 这样吧 你再给我加两千万 一周以后保证完成 厉害呀 一周以后 这梅老板又进京了 从天安门那开车一过 这照片怎么还是老毛的呀 官员去理论去 说哥 你那天是不是喝多了 你实话不算输入啊 退钱嘛 贪官说 你他妈这没文化 真可怕 我答应你的事能办不成吗 给 拿了一个崭新的身份证 给了这梅老板 梅老板一看 呦我娘啊 照片是自己的呀 名字谁呀 毛岸英 问 为啥金庸武侠小说里呢 但凡是公公的 肯定都是武林高手 什么王公公啊 李公公啊 有什么典公吗 哎呦 有网友就回答 那还用问吗 那叫啥来着 叫啥来着 欲练辞工 必先自工嘛 要想进入爵士高手的门口 这是第一步 必须得先进了 他们把这个正常人 用鸟事的时间 都用来练功了 能不厉害吗 好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聊一下 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呢 出生在海宁的扎甲 本名呢扎梁庸 老爷子今年94岁了 扎家门庭显赫 在雍正年间呢 就出过五位汉林 七位进士 当时我还记得 他在那个陆顶记当中 写回幕的时候说了 绝世骑士传门礼 最好交情见面出 古来成败 原来属 天下英雄大可知 就是直接抄的自己的祖上 好像叫著名诗人 扎甚行的诗句 反正都是人家自己的 老祖宗的东西 那玩儿都是人祖传的嘛 也不存在什么侵权不侵权 信手年花 年来就用吧 现在呢 在这个YouTube上 还能找到 1993年国际华语 大专辩论会的视频 金庸先生呢 当时就是评委之一 最后得贯的是上海交大 当时的上海交大的 副领队是谁呢 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常委 三朝帝师 邦沪宁先生 哇 还有一个美若牵线的辩手 一变成名的传奇女子江峰 哇 江峰女士后来进了央视 后来是央视住欧洲特派记者站的负责人 哎呦 她的故事都可以拿车桩啊 太多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网上 搜一搜就知道了 再说这个金庸先生 哎呦 这一家的金庸家太扭了 太厉害了 金庸的表姐呢叫蒋英 蒋英的先生呢 就是中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 金庸的姑父呢 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邦震 台湾有个最著名的琼瑶 是金庸姐姐的外甥女 还得叫金庸一生表舅 哇 看人家家的人都怎么扎堆的啊 还有呢 金庸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大表哥 哎呦 大美人 太帅气了 徐志摩 哎呦 不过这个金庸呢 好像貌似瞧不起这个 有点风流提烫的这个表哥 这个金庸迷们都知道 金庸剧里啊 凡是是表哥的角色 基本上都不打理啊 金庸呢 还用了这个徐志摩的笔名 叫云中鹤 给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之一 用的这个名字 好 老有意思了 你看人家家族的人 人家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是吧 就像那个凤凰窝一样 一个接一个 一个比一个牛啊 一个比一个是天才 太厉害了 这两天呢 好多网友给我留言啊 哎呦 表扬的也有啊 骂我的也有 多的是的啊 其中最多就说 哎呦 你这这这这 你的脸长得 他们满脸都坑 你长得北朝鲜了你啊 太吓人了 太丑了 你长得丑不要紧 你长得丑 你再出来吓人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对不对啊 你赶紧回去吧啊 哪回来回哪去吧你 其实呢 我说实话 摸着我这个可爱的脸 我就说了呀 你们真不知道 这可爱的脸啊 别看他都是坑 他可是专门找的 得到高僧给开的光 哎呦 高僧搂着我这脸就说了 哎呦 你这脸 可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叫做不平邪恶 动情感恩 真诚许愿 阴阳脸 我这不是从西安转世来的吧 从兵马游里跑出来的吧 老僧说 非也非也 上天派你来呀 必有重用啊 把你的照片 放在家门口 避邪 放在屋里边 避雷 放到单位里经营 避睡 最重要的是 你把节目要是做好了 晚上大家都看到你这张脸 他 避孕 哎呦 现在我终于懂了啊 上天为什么把我派出来 长这么丑的人出来搞脱口秀来了 是吧 第一人别人脸皮都薄 就我脸皮厚 是吧 然后呢 就是呢 那个这个人家了 哈哈哈哈 你们这个晚上没有人家 你们就不安全的了 哈哈哈哈 前阵子有个大肆的学生啊 因为晚上没看到我的视频 哇 没看我视频呢 就跟那个妹妹握了下手 结果这个女友就给怀孕了 我这男孩大惊 没搞错吧 这兔根这么灵啊 我就握握手 就能怀孕吗 不可能吧 啊 什么什么什么 啊对呀 是啊 我没洗手啊 哦 你也没洗手啊 同时呢 最近几天呢 也得到了一些女网友的订阅啊 哎呦 把人家 哎呦 哎呦 这小心杆 有激动的哈 其中有个大咖叫叫舞亭啊 这个他转推了我推文 哎 真的非常的感谢啊 怎么感谢呢 人家都是以身相许 那我这个人 你也知道 就脸开过光 那我就以脸相许 好的 开个玩笑啊 那我就把一小段 讽刺这个民运大佬 骗色的一小段啊 是唱的一小段 送给大家 送给我们 所有的推友 似这样美貌的家人 世上少见 如火啊死欲 茅似天仙 宿口满腰 风月可恶间 如火啊死欲 就压倒了众产阵 暗想到 此处不是盘讨厌 却怎么月里长额里了光寒 他好比 彩居南山 芙蓉女 我好比 幸送的人 日和美晚 昨天呢 翻腿友的时候 翻出来一张老照片 哎呀 这张老照片 上面是这写的 1989年7月 中文中央 向人民郑重承诺 惩治 官商勾结 制止高干子女 及配偶经商 取消领导食品特供 禁止请客送礼 严查腐败等等 我那个娘啊 现在看这个东西 感觉就像脱口修 整个就是一端子 二十年过去了 现在的中国呢 正好相反 贪官们 现在很多东西 连藏着椰子都不用了 都直接变成 我的爱吃洛洛 我的爱吃洛洛 哎呀 这某领导找秘书啊 几百名美女大学生 争相的报名 这个就喊了 我是青蛙的 那个说我北大的 那个我教大 我这大 突然有个喊 我凶大 哎呀 中国有一个什么 特有名的 什么女高音歌唱家 我 靠上了一个大贪官 哎呦 这个大贪官肚子大 哎呦 跟青蛙一样 不中用啊 哎呀 不中用怎么办呢 这此歌唱家的水平啊 就日落千丈 啥高音都上不去了啊 都准备退出了 哎呀 后来忽然有一天 嗓子又和百名鸟一样 圆润明亮 啊啊啊 就开始了啊 后来记者都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哎呦 这 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指着旁边这个 领导新给派来的保镖说 一个漂亮的女人 能让男人练出六块腹肌 一个强壮的男人 能让任何一个女人 练出一副好嗓子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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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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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